大家看又有花有丢花了 这一棵是杜菌花 这个杜菌花应该是烂根引起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的已经烂根了 这些枝条还是鲜活的 像这种情况还有旧 我们捡回去给它处理一下 像这种烂根的杜菌花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给它修剪掉一些枯枝 检查一下哪些枝条枯萎的 像这些枝条枯萎的 给它剪掉 剪到它变绿色为主 这个地方变绿色了 像这些也给它剪掉 小枝条也给它剪掉 还有花苞也给它剪掉 不要给它留花苞 因为花苞消耗很多营养 会导致它快速的失去营养 然后接下来就是 把这些土壤给它松一松 大家看到没有 很多烂根了 这个就是由于平时 没有做好预防工作导致的 所以说我们平时养杜菌花 一定要注意预防 这个土壤 我们尽量的不要把它去完 去完的话 它不容易浮盆 接下来把它种起来 种好之后 接下来这一步是最关键的 那就是给它使用这种 二霉林 二霉林它的作用是预防烂根 所以说平时我们 不管种什么花花草草 最好是准备好二霉林 每个月给它用一两次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的避免 杜菌花烂根 因为杜菌花它的根系比较小 如果稍微有点积水 它就会出现烂根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好防范 最好是一个月给它一次 好了 给它浇完定根水之后 先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等它涂养干了 再用二霉林来给它浇灌一次 连续给它使用三次四次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它停止烂根 然后慢慢的长一些新根出来 就可以给它施肥了 好了 这就是拯救杜菌花的一些方法 我们下期见